哈囉大家好,我是浩瑋 歡迎來到對號入座這個系列 今天來回答一下大家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 有網友問說他想要知道匯橋這檔個股的看法 因為這一年多來,有客戶流失、增資 加上又有負債升高等問題 不知道是不是還值得繼續持有 再來第二個 網友說他目前持有10張的償薪 因為近期減資的關係 想知道該續報還是賣出 關於這兩個問題 稍後我也會來分享一下自己的看法 還沒有訂閱的人 請幫我按一下訂閱喔 謝謝啦 首先關於匯橋的部分 剛才前面有提到這三個疑慮 第一個是客戶流失 從財報上可以看到 去年的營收4.66億中 前三大客戶就佔了超過五成 如果用風險分散的角度來看 那麼這個數字的確是有偏高一點 而從先前發布的訊息中 確實是有客戶 因為受到疫情 以及二屋戰爭的影響 不再續約 比重雖然不到一成 但是從這邊也可以知道 公司的客戶如果過於集中 那麼在這種大環境不佳的情況下 就比較容易產生 令人擔心的狀況 那在發布的訊息中也有說 這件事對公司的業務以及財務上並沒有重大的影響 但還是可以發現以現在的國際情勢發展 對公司的獲利穩定性上面也將會面臨相當大的挑戰 因此接下來要觀察的重點就是這幾個主要的客戶能不能繼續貢獻穩定的營收 可以的話就不至於造成獲利有太大的影響 再來第二個是現金增資 這個是我覺得算是目前比較嚴重的問題 怎麼說呢 通常會需要辦理現金增資不外乎有幾個目的 像是用來創造更多的獲利 償還借款 以及增加手上可運用的現金等等 那以惠橋這個例子來說 最明顯的就是手上的現金已經不太夠用 從財報上可以看到 最近一季的現金只有7900萬 連1億都不到 比幾年前的5億、3億已經減少了相當多 而現金不夠 當遇到問題的時候就會面臨無法處理的情況 以這次惠橋增資880萬股 持收股款約1.5億來說 股本因此從6.9億上升到7.78億 增資的幅度約12.8% 那所增資來的錢要用在哪邊也是一個關鍵 可以看到在增資的訊息中 資金用途是寫償還銀行的借款 那從財報上可以看到 的確 流動負債以及非流動負債中 借款分別達到1.79億以及3.23億 這個跟過去幾年相比算是相當高的數字 所以說增資的錢要拿來償還借款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其實還有一個問題 我覺得也是相當關鍵 就是今年8月 公司與中華電信越南之間的官司 惠橋被判引起付 228萬多美金給對方 這筆錢對於惠橋來說 無疑是雪上加霜 因此手上的現金 真的是不太夠用了 這個部分 就像剛才前面說的 問題是有比較嚴重一點 接下來這幾年 公司要能像以前一樣 一直配出不錯的股息 我想難度就會比較高一點 總之維持一間公司正常營運所需要的現金流 如果出現狀況 那麼該不該持股續報 就該好好的思考 再來第三個 是負債升高的問題 從財報上可以觀察出一個方向 就是在2016年以前 惠橋的負債比率都在一成以下 而在2016年之後 公司開始加大在太陽能投資的比重 可以看到乾年度的資本支出 從原本的不到1億 直接跳升到2.7億 隔年更是達到3.9億 負債比也從不到10% 快速增加到兩成以上 之後就一路的攀升 截至近一季 已經來到52.6 手上的流動資產 也從原本的6億以上 至近一季 只剩下1.5億 相反的 流動負債 則是從0.6億 慢慢的往5億去靠近 這一來一往之間 也燒掉了不少現金 因此跟銀行之間的借款 也不斷的增加 負債比 才會呈現這種逐年 或是足跡升高的表現 雖然說 太陽能所帶來的營收 會隨著暗場增加 是一年比一年好 但畢竟這些收入 是需要不斷的投入資金 才能有這樣子的成果 那以公司在法術會的資料中顯示 未來還會持續拓展 這種大型的太陽能暗場 因此往後幾年的資本支出 數字應該還是會很大 如果手上的現金不足 甚至不排除 有再增資的可能 那對股東來說 可能就要考慮 這種燒錢的情況 對於報股的信心 有沒有影響 畢竟太陽能暗場 在建置完成後 是可以為公司 帶來源源不絕的現金流 只是在這個之前 資金是需要一直投入的 這部分 投資人也可以作為 是否該繼續持有的參考 再來第二個問題 網友問說 藏心最近有減資 那在減之後 股票是該續爆還是賣掉呢 說到減資 就要先了解 公司為什麼要這麼做 這種通常會有幾個目的 例如公司手上的現金太多 那麼多餘的 就可以返還給股東 再來還有像是回購股票 以及彌補虧損等等 而在減資後 主要會呈現幾個特色 分別是股本變小 每股禁止提升 再來則是達到優化財報的作用 至於藏心減資的原因 以公司的說法 是為了提升股東權益 以及調整資本的結構 不過這邊可以看到 其實減資的幅度並不算多 只有5%而已 因此這次的減資 影響程度並不算很大 而且我覺得 不管是增資還是減資 最後還是要回到 公司是不是還能保持穩定的獲利 如果可以的話 那麼相信在增資或是減資完 對股東來說 依然可以帶來不錯的報酬表現 反之 要是原本的財務 已經有一些問題 那麼即使經過資本結構的調整 相信也很難帶來明顯的改善 若單純以藏心 過去這幾年的財務狀況來看 那麼續報 應該是沒什麼問題 不過這邊還是要稍微提一下 需要注意的地方 像是我們在看財報的時候 要了解這些數字 是過去的表現 未來還能不能維持得這麼好 就跟產業 景氣 以及本身的競爭力 有很大的關係 這個就跟我們在計算合理價 以及股災價一樣 雖然說是用過去的數字來當參考 但對於未來的狀況 還是會拿來當成重要的評估依據 例如今年以來 半導體產業受到重創 因此許多公司的估價 就會因為狀況不好而持續的被下修 有可能現在的股價 已經跌到股災價 但下次獲利公佈 卻又因為表現不好 而再往下修正合理價 如果買到的是越來越差的公司 那麼就會出現 越跌越買 越買越淘的情況 這也是為什麼 我不太會投資電子股的原因 因為一直往下買 是有可能會生不見底的 所以我也不會建議 一般的投資人 去買電子股 除了要了解的比較多之外 對於未來的需求 以及景氣的變化 都需要花很多時間去觀察 跟掌握 像這種投資方式 就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做到 那以償心來說 旗下的產品 有半導體相關的材料 雖然所佔的比重不高 但仍然會有一定程度的影響 可以看到最近 已經連續四個月 營收年增率都出現負值 大家可以針對這個狀況 下去顧一個合理價 如果是已經持有的人 那麼就可以去比較看看 要是持有的成本太高 而且報股信心 有一點動搖的話 那或許考慮先賣出 也不一定是不好 當然 對償心有信心的人 那極佑的公司往下買 也是一個可行的策略 所以一切 就看投資人自己的選擇 是怎麼樣了 以上的資料 給大家做個參考 關於今天影片中 有談到的會巧 以及藏心 相關的財報資料 在影片結束之後 我會把檔案放到會員的社群裡面 有需要的人 可以去下載來研究 最後 來分享一下 本週所要推出的財報整理檔案 這次要分享的是 40檔的會員關注個股 最新第二季的財報資料 在這份檔案裡 包含了這40檔 近8年跟近8季的財報 另外還有近4年的月營收資料 以及計算合理價的表格 在了解公司的經營狀況之後 使用者可以自行填入ROE跟本益比 就可以計算出股災價以及合理價 那這份檔案主要的指標個股有 開發金 第一金 永豐金 台化 國產 細格 普風 聯養 統一 光寶課 統一超 以及大統一等等 總共40檔 取得這份檔案的方法很簡單 只要你是頻道會員 可以直接到專屬的社群裡面去下載 是免費的 如果還想了解其他的個股 也可以在會員的社群裡面投票 每個星期 我會把大家想要看的資料 整理成一份檔案 如果你對財報學習 或是計算合理價有興趣的話 歡迎加入頻道會員喔 好 如果大家還有任何問題 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 還沒有訂閱的人 記得幫我按一下訂閱喔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我們下一支影片見 掰掰